县长林明珍在公务处长陈锡吴以及县府同仁陪同下 前往水里乡顶看村第四林会堪道路沟曲排水改善工程 林县长详细勘察并听取乡亲意见后 指示公务处尽数设计发包 让民众有一个舒适又安全的环境 县长林明珍在公务处长陈锡吴以及县府同仁陪同下 前往水里乡顶看村第四林会堪道路沟曲排水改善工程 并听取公务处简报之后表示 有关于道路路面老旧回水 以及农路灌溉修复改善等工程都继续修复 让农民进出果园及回家的路安全又便利 去里面中央川因为一些组合 因为白水不凉 每一边路大厚的水都淹溉修复 所以今天来回家 所以我们管政府 因为我们白水有需要做 有需要改善他们的机制环境 像这个水高水也不通 那边路大厚的淹溉水 实在很困难 所以今天来看 对白水的保温 我们管政府 都要把电子做白水高 让这个白水也能够流畅 当地民众纷纷表示 感谢县长协助地方民众 常年来招窗改善 也希望县府公务处能够尽数办理 以行动和效率解决乡亲的困难 大排水溝常年移居 需要清淹还有水会倒灌 台湾期间会倒灌 这边住屋 他们住家的排水都会排出去 会造成他们满前淹泥 还是家里的排水都排出来 公务处表示 基于乡亲对地方基础建设需求 县府都会尽数改善 这些都是有关民众出入安全以及农产运输 会尽数酬酬经费予以改善 让地方乡亲出入更安全更便利 即 полит公害 共近账亦 确盟